在這部影片裡面 其實媽媽也是一個很重要很關鍵的一個角色 跟莉莉姐在對戲的時候 會不會有什麼壓力會不會 沒有壓力 沒有壓力 還蠻自然因為莉莉姐她就是 在現場她是一個很有親和力的人 然後她就真的是一步一步的把你帶上 就好像真的是她就把我當兒子這樣 然後在現場去帶一隻狗 這麼可愛喔 對她覺得很好 她去現場還帶一隻狗 對她家的狗 她非常客氣的一個人 然後很會引導演一個人 那真的是很不容易耶 很不簡單你看現場帶一隻狗 感覺起來很可愛 但是她演得就都 哇這麼的悲痛的一個母親 笑笑笑笑的 然後突然就在那邊哭了 你演這個角色還算是一個叛逆的角色 你之前有接演過類似這樣的角色嗎 我沒有耶 我基本上演的都是 不是拐小孩 好兒子 好爸爸 不然就是 將軍 我沒有演過那種叛逆的東西 哇 這麼器皿的樣子 蠻上手的 蠻上手的 我的本性 蠻上手的 所以這個叛逆的角色你覺得 覺得不會有什麼樣太大的挑戰 為何感啊 不會嗎 我覺得這個角色 可能跟小時候曾經過去的 會有一些些的 每個人都有叛逆期 對我接到這部電影 然後看到劇本的時候 我光看劇本 我是哭到 我當天晚上是 沒有辦法說話 因為太像我跟我媽媽 你說你看到劇本 你就感動到 不是 你的哭點是什麼 因為我不知道是 勾起你不好的回憶在哭 還是說 你看到你就讓你想起 你媽媽的辛苦在哭 我不知道你的苦點 我媽媽的辛苦 因為我人在內地 我回來然後 就接到這部電影 我當時真的是覺得 我自己怎麼會這麼的不孝 就是 我沒有做到一個 就是真的是一個好日子的本分 對我希望大家就是 看了這個電影以後 我覺得大家都 孝順很重要 就是你要回頭都還來得及 不要等到哪一天來不及的時候 那才 我覺得這是你講到一個重點 對 因為我們心靈電影呢 本來的宗旨是 拍好的影片 有影響力的影片去影響 社會大眾 對 但是沒想到我們演員本身 影響到我了 對 也受到影響 在出現他感覺在演的過程 還有這個雖然很感人 但也稍微沉重了一點 那你們在拍這部戲的過程當中 什麼一些有趣的事情 其實有趣的事情蠻多 但是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 黑社會大哥 蟹肉的那個大 你們不要看他這個樣 其實 他是個傳道人 他就是 剛好長得 很有那個大哥的分量 那一場戲 就是我在刺他 他可能會有血 會噴到我臉上 導演要效果 欸 這個有沒有噴血的東西啊 蛤 沒有人準備 然後沒有人知道說 要用這個東西 想說用灑的就好 對 導演真的是很要求的一個人 然後我當時就在想 沒有這個東西 那怎麼辦 我說好 要不然你把血這樣含著 你分泌你的口水 我偷你一刀 你就噗 噴到我臉上一次 我偷你一刀 你就噗 再噴到我臉上一次 然後我就這樣 然後我就這樣 這真的是不容易 其實你看到很多演員 他真的在演 有時候我們在半年 要去一些很髒兮兮的場所 看到的都是剪好的畫面 對不對 但其實他搞不好 都已經不知道是 會蕊過 或者是噴過 或MG過多少次 這個之外還有沒有其他的 噢 在那個 進那個小黑屋 對那好像在屏林吧 好像真的是 以前是一個監獄 人生沒有進去過那種地方 然後想像一下 那個是 然後所有的東西 然後在裡面 那真的不是人可以待的地方 那就是一個馬桶 一個洗手的地方 嗯 然後你睡覺 就是我大概這麼大 嗯 就睡在馬桶旁邊這樣子 對啊 哇 還真的是 不過能夠去到那樣的地方 去看一下也真的是蠻新鮮的 那我可以試一下問一下 那你跟你媽媽的關係 還好啊 其實很好 只是因為我 長年在外 然後我曾經也叛逆過 我媽確實是 像莉莉姐在戲中裡面 那種 大義滅親的那種 所以我看到這個劇本 我在想說 天啊 在寫我跟我媽 只是我沒有那麼的 壞 然後去 去殺人啊 去幹嘛 剛剛有講到大義滅親 如果說這件事情 如果發生在我身上的話呢 我會覺得 很像我媽媽出賣我 雖然我媽媽是大義滅親 沒錯 難道你不會有這種感覺嗎 會啊 會啊 會覺得 我是你兒子耶 你怎麼會這樣對自己 親身骨肉 但是換位思考想一下 對 如果不這樣對你的話 會有多少家庭受害 如果你去外面 你變成社會的獨流 嗯 可以理解的 嗯 但一般父母是捨不得 我覺得 剛剛我們剛剛講的是劇情嘛 大義滅親 但是我 我更好奇的是 你說你媽媽 也真的是個 會做這樣事情的人啊 是啊 真的喔 你可以分享一下 我很好奇的 在我國中的時候 他管不了我 結果他真的就是把我送到 送回宜安 讓我爺爺管教 然後他 室友想過 要把我送到少年隊啊 那時候真的是很叛逆 真的喔 你有到這麼樣的叛逆啊 對小時候是 比較不懂事我覺得 那這媽媽的信 為什麼會這麼有迴響 是這麼有共鳴 是因為我每天都也是一樣 跟我媽媽 跟我妹妹在寫信 然後知道 我悔感 然後每天就是 我除了球場 除了練球 哪都不去 然後就上課 如果我媽沒有做這件事情 我也不知道我會怎麼樣 喔 所以有時候真的在管教 子女或管教自己的孩子 也真的是需要一些智慧 或者是一些方針 如果你媽媽 剛好就在螢幕前面 你有沒有想要透過這個機會 跟你媽媽說些什麼樣的話 我媽其實前一陣 她小腦就是中工 她現在很正常 就是突然 進了急診 那我會覺得 愛要及時 然後孝順不能等 對等到哪一天真的是 長輩父母親 出了狀況 以後 你們再去做一些什麼事情 那都彌補不了 我還蠻感謝我媽 一個人 把我跟我妹 照顧到這麼大 喔 所以 所以你媽 所以你是單親 對 我是跟媽媽總大的 喔 媽媽我愛你 真的 我們兩個很像耶 我也是 我也是單親耶 然後我也 我有兩個妹妹 然後我也是我媽 養大的 媽我也愛你 她就說 身為一個兒子 像我們那個時候 在做這些事情 或者是一些不好的事情的時候 我媽媽如果說 真的是對我做了一些 讓我覺得 我會被出賣的 這種感覺的事情 或行為的時候呢 其實在當下 通常都是我們無法看到 我們自己 做的事情有多麼的糟 其實她們耳提面命 跟我們講很多事情 但是我們真的是 執迷不悟 或者是說現在其中 我們看不到 這些事情的真相 或者是未來的發展 會到多麼的嚴重的後果 好 那麼如果說在 對於這樣的人 她還陷在其中的 無法走出來的 年輕人 或者是這樣的人 你有沒有什麼樣的話 要給這些朋友 就珍惜啦 因為這個疫情 真的讓我們 每個人都能夠靜下來 停下來去行私 我覺得就是 珍惜身邊的人 這真的是 這也是很重要 真的 我最近 有看到有一本書 她有一句話 她是這樣講 她說呢 如果 愛是 答案的話 那麼 問題 會是什麼 好深奧 對 例如我可能現在一個 我可能覺得不好的一個狀態的時候 如果說 我能夠因著愛 聽我媽媽的話 或者是 我能感覺到別人的愛 或者什麼 其實衝突會減少很多 其實我也就不像 能夠站在別人的立場 來看到這些事情 我覺得 真的也可以思考一下 如果愛是答案的話 那麼問題會是什麼 只要我們有愛 其實問題可以少很多